這次2018的LA車展可以說是精銳進出的一個車廠 就是BMW 它也是這次車展中最早開記者會 可是現在已經當地時間11點多了 你看一大早8點多開記者會 到現在還是一堆人在現場 每一堆記者不斷地在轉播 為什麼 這一次最重要最重要的重頭戲 就是這部BMW X7 差七嘛對不對 這是一個之前沒有的一個級距 所以在這一次的車展上 這台X7就是最受矚目的新星 它是標準的七人座 那動力形式呢不用想太多 反正BMW該有的動力它就有 而且都是走比較高的規格 對不對 正七人座所以它的車廠 是非常的巨無霸 這個視覺一看也知道大概超過 大概5米甚至於超過 這部呢是X-Drive 50i 50嘛 你也知道它一定是 大排氣量大馬力 渦輪增壓 六缸引擎 OK 所以 但是我們大家來仔細看一下 這部車的細節 它走的比較不會像X-Drive那種洋鋼器 走的是有點比較貴族的感覺 你會注意到它的那個尾窗 最後面的尾巴 玻璃有沒有 是這樣子斜下來 然後垂直追下來 嗯 滿有貴氣的啦 就是很有走向更豪華這個階段的感覺 當然 這是地表上 可能是BMW有史以來做過最大台最豪華的車型 這個是X-5 在台灣也要上馬上就要上市 好 然後就是X-7 那我們會注意到這旁邊有這個防光條 好 這是美規才有 進來的台灣的規格是歐規的 是不會有防光條的 那我們也趁這個機會 好 來看一下新的X-5 在內裝的橙色上這個X-5 X-5 哇 這個數位儀表 好帥喔 它的外圓有沒有 就跟它的燈殼的 這個外圓一樣是走這種 類六角形 因為 呃 自動的延伸 它是一個六角形的形狀 對不對 所以這個儀表 加上這邊 哇 這多少吋啊 嘖 嘖 嘖 所以 這整個的介面 這個5系列真的是比以前要更豪華了 你看 它連這個排檔頭 都變成透明的耶 水晶耶 唉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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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進光閃閃唷 噢 然後這椅子上面 也有很棒的 這是什麼 這是透氣的部分 它的花紋做得也蠻漂亮的 質感很好 沒話講 好 方向盤上面的這個 這些 這個是車道 偏移加上維持吧 這是一些模式的選擇 可是這一代呢 已經充分的把 自動駕駛輔助 這一類的東西 新的安全智慧駕駛輔助功能 全部都也加進來了 台灣馬上就要 這個發表了 這代X5真的 質感比之前好很多啊 好 我們感覺了X5是進步了 就是豪華程度已經進步很多 我們來立刻進到X7 來看 第二排座 就是電動的 然後如果 這邊搬一下 電動往前滑 OK 第三排座 呃 旁邊仍然一樣有背架 然後 呃 這裡 也仍然有 USB 而且連最後一排都有 這是ISOFIX 嗯 嗯 OK 所以 桃花度是 看起來是很漂亮 而且是電動的 滑的 第二排有這個影音娛樂系統 喔 OK 那麼 我發現這個是一個 Individual OK 先坐上來 呃 第二排 我發現在底下 也有 兩個USB的充電 而且這個是Type-C的孔 哇 嗯 真的 整個的駕駛界面風格 其實是跟 X5 是 係數同門 幾乎是差不多了 啊 他的尾燈呢 看起來就跟 7系列的 呃 防側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 呃 這樣橫向的 LED燈條 會讓你感受到 這台車 他是 跟7系列一樣的 豪華舒適 不管你 呃 開起來呢 我是還沒開過啦 我就說 你開起來呢 不會覺得這是一台很笨重的SUV 而且他們要強調 這是Luxury SAV 不是LSUV 是LSAV 他們仍然非常堅持 SAV這個名字 好啦 所以 BMW的這個 SAV家族 又加入了兩個 非常 非常 了不起的 這個 非常強大的成員 而且 X7 480萬起跳 X5 對 所以 雙座跟三座 看你的需求 好 雙座 如果是 雙排跟三排 如果五人座足夠的話 X5就很棒了 而且X5它並沒有 比較 不豪華 好不好 修華程度 X5跟S7 是 同等級喔 你看它操作的介面一樣 皮質啊 它的 舒適的 配備啊 什麼的 都做的一樣好 那引擎室稍微瞄一下好了 好 這個 四條 這個鋁合金的拉桿 讓 把這個引擎室弄得非常的 感覺 扎實度很好 好 這水箱罩 盛行水箱罩越來越大 超級大 無敵大 然後 頭燈呢 也是類六角形 不過它比X5還有X3比起來更明顯的 大 那會有這種藍色的 這個燈 應該就是比較高檔的LED 不然就是 雷射的 下巴呢 也是非常漂亮 當然啦 那我們來稍微跟5系列比較一下 來 就在隔壁 這是X5 有沒有 X5的燈組呢 就比較 是六角形的 好 然後一樣 非常大的水箱罩 有沒有 水箱護罩 哎呀 實在是齁 這個 鼻子實在越長越大 就連這個I-NEXT 它那個 水箱罩也是越來越大 好 然後呢 另外一個焦點就是 8系列的 Coupe 雙門 好 大型的Coupe 好 那這次一口氣就推出了 敞篷款 OK 一樣我們來談這個水箱罩 這個就像一個 雙色型也是外擴成 幾乎變成太陽眼鏡的造型了 有沒有 不過這個古銅色的質感 做得蠻棒 好 那敞篷車呢 M850的敞篷 當然它15秒內可以收折 正常的 所以 非常帥的敞篷 所以這次的重點 就是 BMW的X7 X7